大家好,我是大力,先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 2019年,我国铁路的营运总里程达到了13.1万公里 规模距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其中,高速铁路达3万公里,位距世界第一位 在这里想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你知道我国最长的铁路是哪条吗? 答案是京九铁路 连接北京和香港九龙的干线铁路 宋长度2315公里 很多人并不知道 京九铁路最初的构想不是连接北京与香港的九龙 而是连接北京与江西的九江 1958年,当时的铁道部第一次提出 新建一条从北京至江西九江的铁路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所致 这条京九铁路一直停留在纸面上 没有进入到建设阶段 光阴似箭,时光荏苒 转眼进入八十年代 1984年,从江西省新国县走出来的老红军 邓存伦提出 将北京至九江的铁路延长至香港九龙 并力争在1997年7月1日 香港回归祖国时,全线贯通 1993年5月2日 在万众瞩目之下 京九铁路全线开工 京九铁路原定五年完成 后来改为三年 经过21万建设大军 日夜奋战 最终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 于1996年9月1日 全线开通运营 前面我们提到了 京九铁路跨越九个省市 在经过河南、湖北、江西等南方地区时 为了带动沿途革命老区 和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京九铁路特意 不走平地爬大山 不走直线绕大湾 就像一根绕来绕去的项链 将一颗颗散落在山区里的珍珠穿起来 事实证明 京九铁路对沿线各省市 特别是革命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样也就解决了很多人心中的疑惑 为何京九铁路不走直线 而是绕大湾 其实主要就是为了革命老区 让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 也能一起提上来 那么京九铁路一共设有多少个站呢 答案是177个 是不是非常多 其中京九铁路的客运车站 一共是设有25个 分别是北京西站 巴州站 仁秋站 恒水站 清河城站 辽城站 河泽站 上丘南站 河州站 富阳站 马城站 九江站 南昌站 吉安站 新国站 赣州站 新丰站 龙南站 定南站 龙川站 河远站 惠州站 东广东站 深圳站 最后到九龙站 好看视频 轻松有收获